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的新闻非常精彩 首先我们来看法国北部鄂尔省发生的 惊心动魄的囚车遇袭事件 一批蒙面枪手在高速公路收费站 袭击了一辆囚车 造成两名遇警死亡 三人重伤 并劫走了一名被押韵的毒贩 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此表示震惊 政府正在全力追捕袭击者 内政部长达尔玛宁也表示 以出动数百名警察和宪兵展开追捕行动 这起事件让人不禁想起电影中的情节 现实中的紧张程度 丝毫不逊色于荧幕上的惊险场面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英国 英国外交部就三名男子 因涉嫌为香港情报机构从事间谍活动 而违反英国国家安全法一事 召见了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 此事引发了中英两国的强烈反应 香港特首李家超为香港驻英经贸办事处辩护 强调不接受无理指控 中国外交部和驻英大使馆也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英方的指责 此事无疑给中英关系在天波兰 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再次升级 最后我们来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突访乌克兰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 布林肯表示 美国原乌一揽子计划中的部分军援 已经运抵乌克兰 更多的援助也在路上 他强调 这些军援将会改变俄乌战场的局面 布林肯的这次访问是美国国会通过原乌法案后 美国高级官员对乌克兰进行的首次访问 显示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香港电台报道 法国北部鄂尔省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囚车袭击事件 当地时间周二上午11时左右 一群蒙面枪手在高速公路收费站 袭击了一辆押送囚犯的囚车 导致两名狱警死亡 三人重伤 袭击者成功节走了一名涉嫌贩毒和故意杀人的囚犯 事发后高速公路双向关闭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政府将尽全力追捕袭击者 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宣布 以出动数百名警察和宪兵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英国外交部因三名男子被控为香港情报机构 在英国从事间谍活动 召见了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 英国政府指控这三人违反了国家安全法 涉嫌协助香港情报部门和外国干预 并在伦敦法院出庭应讯后被取保候审 但禁止离境 香港特首李家超为香港驻英经贸办事处辩护 强调不接受对特区政府的无理指控 要求英国政府公正处理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和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表声明 谴责英国政府编造案件 任意逮捕中国公民 污蔑香港特区政府 星岛日报详细报道了法国诺曼地大区 劫囚事件的细节 事件发生在周二上午11时 一辆球车在高速公路收费站遭到伏击 约四名火力强大的枪手向球车开枪 劫走了一名重罪犯穆罕默德阿姆拉 外号苍蝇 这名囚犯涉及贩毒 绑架 非法监禁等多项重罪 被列为严密监视的囚犯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玛宁宣布 警方已在法国东北部展开大规模搜捕 动员数百名警察与宪兵追捕罪犯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政府将尽全力伸张正义 追捕袭击者 香港电台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一辆在有农场工人的巴士 在奥兰多市以北的马里昂县翻覆 造成八人死亡 四十多人受伤 据悉 这辆巴士原定前往一个农场工作 但在与一辆货车相撞后 车辆偏离道路 冲破围栏并翻侧 事故导致八名伤者情况危怠 另外三十七名伤者伤势较轻 受此影响 相关农场宣布关闭一天 以表哀悼 美国之音中文网指出 香港旅游业近年来面临重重挑战 尽管五一黄金周期间访港的中国大陆 游客人数激增 但大多数游客选择了一日游 并不在香港过夜 广东恩平市的梁小姐表示 疫情改变了它的消费模式 现在更多到香港购买药品和配方奶粉等商品 而非奢侈品 香港旅游业的吸引力和性价比逐步下降 部分原因是内地城市和网购平台的崛起 此外 2019年的反送中 示威浪潮也使中国游客对香港的印象变差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建议香港树立 香港无处不旅游的理念 开发新路线和新产品 以提升旅游业的质量和吸引力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联合国计划通过一项决议 将7月11日定为1995年 斯雷布雷尼查种族灭绝国际纪念日 此举引发了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紧张局势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强烈反对该决议 担心这将导致战争赔偿的要求 斯雷布雷尼查种族灭绝幸存者认为 国际社会承认这一事件 有助于阻止否认种族灭绝的行为 并提高全球意识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 决议的通过可能会引发戴顿和平协议的重新审视 进而影响波斯尼亚的国家结构 塞尔维亚领导人则担心此举会对国家形象和稳定 造成不利影响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 强调美国的军事援助将扭转俄乌战场局势 布林肯表示 部分军援已经抵达乌克兰 更多援助也在路上 这将对抗击俄罗斯侵略产生实质性影响 此次访问是美国国会通过610亿美元援乌法案后 首次高级别官员访屋 布林肯希望向乌克兰人传达坚定的支持信号 泽连斯基在会晤中感谢美国两党的支持 并指出乌克兰急需防空物资 特别是爱国者导弹拦截系统 以应对俄罗斯的空袭和地面进攻 同样来自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大幅提升 对一系列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 此举可能加剧美中贸易摩擦 白宫声明称 此次加税是为了应对中国在技术转移 知识产权和创新等方面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保护美国工人和商家 新关税涵盖电动车 太阳能面板 半导体芯片等多个领域 关税幅度大幅提升 尽管拜登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措施 赢得国内工会和劳工的支持 但也有分析认为 这可能增加制造成本 影响拜登的气候变化和制造业就业目标 北京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认为美方此举将加剧中美紧张关系 星岛日报报道 日本福岡警方近日破获一对情侣 通过自拍无马AV影片 上传到社交媒体赚钱的案件 这对情侣在两年内赚取近一亿日元 约500万港元 警方以猥亵电磁记录媒体陈列嫌疑 将这对情侣逮捕归案 女主角板桥上皇时的名字 因其特殊性引发了日本网友的关注 许多人纷纷寻找其社交媒体账号 警方指出 这对情侣自2021年至今年3月间 至少上传了190部猥亵影片 并在海外收费网站OnlyFan上发布 赚取了大量收入 两人承认犯刑 表示这些钱是用来还债和支付生活费 星岛日报报道 自从OpenAI推出的Chat GPT 引发全球对AI的热潮后 南韩企业对AI的需求显著增加 根据韩国微软公司的调查 75%的全球劳工已经在职场上运用AI 而南韩这一比例为73% 调查显示 高达71%的南韩企业管理 曾在招聘时 更看重应征者是否能灵活运用AI 而非其过往履历 微软韩国的吴胜梅表示 生成是AI的出现 改变了技术与人们合作的方式 为企业核支援提供了更多机会 星岛日报报道 台湾新北市中和区 一间汽车旅馆发生命案 36岁的苏姓单亲妈妈 因经济和生活压力大 情绪失控 疑似饮酒吸毒后 用枕头闷死9岁女童和6岁男童 苏女在案发前的母亲节晚上 带着儿女入住旅馆 并在Facebook上分享日常生活 表现出对孩子的关爱 然而 生活的重压使她最终走上了绝路 苏女的闺蜜在探望时 发现惨剧并报警 警方到场后将苏女逮捕 学校方面也对此事感到悲痛 并安排了悲伤辅导 香港电台报道 英国警方起诉三人涉嫌违反国安法 其中包括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 原松标 英国政府传召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 表示中国针对英国的行为模式不可接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敦促英方保障在英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并反驳英方对中国的间谍和网络攻击 指控是无中生有 恶意诋毁 汪文斌强调 中方坚决反对英方以司法和国家安全为名 进行政治操弄 星岛日报报道 南韩男子卢毅正在泰国失踪后 遗体在巴提牙水库被发现 藏于200公升的黑色塑胶桶中 并填满水泥 食指全断 警方认为此案涉及三名南韩人 疑因毒品纠纷引发 卢南的母亲收到勒索电话后报警 警方通过监视器发现嫌犯的行踪 最终在水库找到遗体 三名嫌犯中两人已离境 分别逃往缅甸 南韩和柬埔寨 警方正全力追捕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因需求低迷 将于7月28日起暂停飞往上海的航班 尽管疫情后国际航班数量恢复至疫情前的70% 但澳中旅游需求未如预期强劲复苏 部分航班上座绿紧半满 澳航将调整航线资源 飞往其他需求更高的亚洲目的地 尽管中澳关系有所改善 但黄英贤指出双方关系难以恢复正常化 中国也改变了其在国际上的定位 中国取消了对大多数澳大利亚出口产品的贸易封锁 但整体旅游市场恢复速度仍然较慢 星岛日报报道 美国巴尔迪摩基一大桥被货柜船撞塌后 工人通过爆破方式拆除遗留在船上的最大残骸 爆破后残骸坠入河中 预计港口水上交通将短期内恢复 官员将评估货柜船大利号剩余的钢制桥身 确保水底残骸不会阻挡船只通行 清理工作需按部就班进行 预计未来几天能使大利号重新扶起并进行修复 事故后 当局开通临时航道部分恢复航运 目标是在月底前恢复巴尔蒂摩港的完全吞土量 重建基一大桥预计耗资17亿至19亿美元 2028年秋季完工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